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静江的王先生 有一天他在家上网 突然这个屏幕上就跳出了一个美女视频聊天的小窗口 王先生没惊住诱惑就点了一下 倒了没了 网站上明确表示 充值10块钱可以欣赏视频 充值298元可以在线和美女聊天 充值上千元甚至可以享受上门服务 王先生充值后发现所谓的服务并不存在 于是向警方报案 民警通过王先生提供的充值账户层层摸索 最终发现账户的所有人竟然是一名在校研究生 顺着学生石某这条线索 警方最终在吉林省延边市的一家宾馆 将网站的两名策划人抓获归案 前两天 静江市检察院将这三名嫌疑人起诉到法院 判某和高某是网站的共同创建者 2012年底他们在网上招募了一批聊天主播 让他们通过QQ和客户聊天 并播放激情视频引诱客户充值 而学生石某也是潘某在网上联系的 完成交易后石某可以得到分成 从石某的支付宝交易订单来看 网站仅仅成立三个月 诈骗资金就达到了三百多万 因为他这个也没说什么诈骗啊什么之类的 我也没注意 那你是否清楚潘风高柱的网站是如何运营的 这个我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运营 他们也没和我说 被告人11日在聊天记录里面 就已经多次提到狼狈骗等等语言 如果说被告人11日在刚开始 与潘风等人接触的时候 还不清楚这个网站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其在之后的各个行为中 在QQ记录聊天中已经反映到 其是一个逐步的接受这个网站 是一个诈骗网站的过程 公诉机关认为 潘某高某以及石某的行为 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标准 建议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听到检察官的建议 石某及其家人当庭下跪 反复大人和各位检察官 我以后的诱因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了 我也觉得我会再做类似的事情 如果会判刑我这辈子就完了